看,一大堆穹 改造成你的床了是不是? 嗯 一家人出行不容易啊 他带多少东西? 怎么舒服的 嗨 现在是8点36分 我们是几点钟起床的 6点起来吃半身的东西 然后现在准备去加油 去买哈尔滨的特色 红厂 旅途少不了吃 我们到了 刚才到红历江茶 硬闯了是吗? 对啊,我们可不要 这一路上就看到有很多什么 凉汤啊 还是什么? 米叶 米厂 各种 卫生间 便利店 简单粗暴 这里是长春的一个 服务区 休息一下 一路上 妈妈开过来 开了五个小时了 有那么想说的吗? 挺咳嗽啊 腿感觉不得劲 那我就干了活动活动 我得吹气了 那个后座上的那个床 那个充气的床 每到一个地方 我就得给它充气 哎哟 一路向南 觉得越来越热 我们这都啥呀 大夏天呢 非得从北方 我们从老凉事的地方 开车 越来越热 40度的地方 好晒呀 能感觉到吗? 哇 它是马尔 武器 山洋 冤枇 马尔 山洋 高昇 山洋 鲜 巨星 山洋 钘 山洋 停的车了吗 这个在之前在深圳的时候 因为在深圳没有开过车也没有接触到 好像有 然后沈阳这边也会有这种关注一些公众号啊 或者是APP啊 这种自助停车的 忽然感觉和社会有点脱节了 年龄大了 香港的湖里河边 湖里有个体育馆 嗯 我们倒到的这家黄了 没在做了 还没停几分钟 走了 过来 淀出 风尘仆仆 今天好累 累死老司机了 刚才去吃那个 也就那样吧 就 一点不好吃 两个都没人觉得不好吃 冷面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惊喜 儿子觉得怎么样 儿子没吃啥 儿子觉得很累 今天妈妈一直在开车 我开车技术她又看不上 你夸一夸我 开得好 飘移赖着 那今天就是一个很短的Vlog了 我觉得 因为现在还没有剪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短的Vlog 基本上就是 整个旅程 因为开车时间长达八个小时 然后有的时候呢 在路上有些美景想要拍想要拍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就过去了 然后会有些路标啊 还有些什么想拍的啊 如果有好看的 我会剪在视频里面去 OK 所以今天还去拜访了一位沈阳的同行 他那边的包也挺漂亮的 未来有可能 在我的视频中出现 OK 今天就这样啦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儿子跟Vlog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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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